生活中有很多夫妻其实已经是名存实亡,无碍无信 当夫妻之间有以下三种行为,离散火不远了 一,长期两地分居 很多夫妻因为家庭经济压力,不得不两地分居 男人在外打工赚钱养家,老婆在家带孩子 夫妻除了电话微信上的沟通,一年见不了几次面 久而久之在身后的感情也会变淡 渐渐的相互有了陌生感,夫妻难得见个面 也是互相的争吵和埋怨 两个人渐渐变得没有话题 这种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 可能就是为了生活,为了孩子,麻木的生活罢了 二,出轨一次出现猜忌,没有信任,回不到过去 有句话说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一旦夫妻双方有一方出轨 那么你们之间的信任将会荡然无存 这种日子很难继续下去 每天都活在猜忌之下 只要你回来晚了,微信上多聊悔天 对方就会对你盘问再三 怀疑你在外面有人偷偷地跟踪你 查看你的手机,彼此之间没有信任 每次吵架的时候,也会拿你出轨的事情用良心谴责你 所以不要轻易出轨 三,感情进入疲倦区 很多人都会抱怨婚姻生活无趣,乏味 不像谈恋爱的时候有激情浪漫 一方面在于结婚久了,两个人的感情逐渐平淡 另一方面被琐碎的生活磨平了棱角 平庸无聊的事情占据他们生活的大半部分 如白开水的平淡生活 会让婚姻生活少了很多乐趣 相互不介意也不干涉对方 不离婚仅仅是为了孩子和家产 以上几点最影响夫妻的感情 在这里告诉大家,夫妻之间要增进交流 不断地了解爱人心中所想 不妨一起尝试一些刺激的活动 培养共同的爱好,比如一起健身、远逐 当然我们要常常表达对对方的爱慕和欣赏倾慕之情 感谢观看